在这个美国所发动的 这个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对抗当中 当然供应链是很重要 只能供应链被打断 以前这个国际间都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也就是说很多东西考虑成本 也许我中国大陆我可以做 但我就不想做 因为我就跟你买 一方面建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常来常往 二方面让眼力出去 那三方面我自己也不需要 把我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放在这个上面 我可以去做点别的 但是供应链一打断之后 才会逼得华为晶片自己做 像CPU自己做 什么东西都自己做 所以供应链很重要 那这是大陆第一届 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 这个是全球第一次以国家的力量 在办一个供应链博览会 很特别 在此之前才刚刚有一个进口博览会 对不对 像全世界开放 叫得出名字的全球大厂都来了 十一月十号在上海落幕 他的意向成交金额 七百八十四点一亿美元 比同比比过去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七 那这次一个是上海 一个是北京 一南一北 北京在二十八号 马不停蹄 进口博览会刚结束 供应链博览会又开了 这是一个供应链博览会 李强在这里发挥了 这个发表的演讲 当然讲的还是一样 反对保护主义 加强产益链的供应 然后你就注意到美国相对的一个动作 在供应链博览会开幕的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 召集了新设立 白宫供应链任性委员会的会议 美国白宫也是第一次成立这个委员会 叫供应链任性委员会 就要加强美国的供应链 降低美国家庭成本的新行动等等 苏利文等等 担任共同的一些主席 让它的成员很广 有农业的啦 有商务的啦 国防啊 能源啊 预输啊 情报啊 通通在里面 另外医疗很重要 因为中国大陆是美国医药商品的主要来源 半导体很重要 半导体做不好 什么都不行 连车子也不行 什么都不行 半导体呢 是这个台湾啊 占这个美国半导体 生产的大多数的份额 所以你看到 在中美这个两大国的 这个两大引擎当中 大陆在做的事 还有这个美国在做的事 来我先让丽将军说明一下 稍后请这个院老师来进一步补充 来我们先看一下 中国现在面临的几个问题 我们不可会言 就是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 紧接着就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中国在金融经济上面来讲的话 确实是前一阵子是比较 这个向下走下坡的一种状况 然后再加上房地产 这几家的这个恒大啦 碧桂园啦 甚至于前两天发生中植系 在房地产上面 也产生了一些债务上面 地方债务的这些问题 那另外跟美国来讲 就是很明显就是科技战 所以说我们看 习近平这次去上海 你看他讲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有创新科技研发能力 也就是说他准备在 我们看到华为 或者是说他晶片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科技创新 他希望在这方面能够迎头赶上美国 在晶片制造业方面 那第二个就是在 他注重老百姓注重问题 因为房地产这种东西很奇怪 房地产是刚性需求 跟这个投资的一个 很重要一个火车头 有些人是刚性需求 像我就是刚性需求 对不对 我要有地方住 那但是对有一些人 有一些这个投机客来讲 或投资客来讲 他是一个炒房地产一个很重要 可是他又很尴尬什么 他是国家一个经济发展 很重要一个动力的一个火车 你从开始这个买土地 对不对 盖房子建商到最后的装潢 到最后销售 这整个产业链来讲 其实是国家里面 很重要一个经济产业链 那你如果说是 让这房地产炒太高 习以民讲过一句话 房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那从那次以后 他讲完这句话以后 我们就看到 中国房地产几家 这个大的 这个炒房地产的公司 紧接着就爆雷了 所以我觉得习以民这次去有稳定 房地产的这种宣示的意义在里面 对 同步大陆也公布了白名单不是吗 像深圳也解除了限购 我说这个动作也都很大 所以一个金融的 这个房市的 然后还有一个科技创新的 那在这里 你觉得为什么在这次 特别选择上海 然后你觉得大陆媒体的解读当中 有哪些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上海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不知道北京不知道自己 关 多小 不知道上海不知道自己钱少 所以上海本来就是一个金融重镇 其实中国不只是举办这种进口博览会 或者是供应链博览会 它在广州在这个前两天 上个礼拜还有一个海洋博览会 也是招揽各国来这边投资 那为什么要金融 特别去看期货中心呢 我们要知道就是 因为跟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这个最近有一些美国的一些企业 开始陆陆续续 有这种不太敢投资中国 的这种心态开始出现 所以习近平到美国去APEC会议里面 他有一场很重要的晚宴 就招待这些美国大的企业家 来一起来吃用餐吃晚饭 然后他宣传说 我中国是一个很开放 准备不再走经济计划路线的这种 这种封闭式的 准备就是自由贸易 所以他跟美国这些大的企业老板 有这些宣誓之后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 他在这边到上海来 在这种金融中心 中国的金融中心在这边做这种宣誓 我觉得来做这个四岛来讲的话 有希望能够 就希望能够引进外资 能够重新再回到中国 回到大陆来做这种投资 然后促进这个大陆上面来讲 他经济上面一个发展 有资本投入进来的话 你国家才有能力去发展各项的企业 包括科技业或者后续的这些工业 那最近来讲的话 前一阵子我觉得大陆现在来讲 他经济大概按照PMI指数来看的话 大概是要一个持平 有时候稍微弱一点 有时候会稍微高一点 可是这个受疫情跟中美贸易在影响 还是有受到这些打击 那习近平这次去 很明显就是把经济挂帅 经济为主 能够拉升整个中国经济 以上海做一个火车头 不管是外国企业的投资进来 或者是在房地产方面 或者在科技发展方面来讲的话 他有起这种宣示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对 我们看到这个在进口博览会 开幕的前一天 美国的动作也很大 那美国当然了 现在就是这个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包括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个习拜会之后 也是一样啊 停止武装台湾 拜登就说 拜登 Kirby讲啊 照卖不悟啊 所以你看到 那你搞这个供应链博览会 那就在你开幕的前一天 我也来搞一个这个白宫自己的 有没有啊 供应链任性委员会议 你怎么看待美国的思考 对 这个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我们知道前面的是进口博览会 对 因为在2022年去年 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 总共是8770亿美元 顺差太多了 你顺差太多了 在这个状况下 它就要多进口来降低它的顺差 因为其他的顺差太多之后 相对于其他国家是贸易逆差 换句话说从中国大陆买的东西多 现在我为了平衡 我向大家来多买一些 所以你看我 他上一次落幕的这个 那个上一次进口博览会 总共赚 对 他买了784亿 他有 他去年是8770亿的贸易顺差 这个只有占他的十分之一 他不要那么多的顺差 如果对那么多顺差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这次习近平为什么要到上海去 我认为他是稳定金融 为什么他前一阵子一直在抛送 美债 他现在是已经到 这连续14年最低的 就到7800多亿美元 以前的时候是最顶峰的时候 1.4兆美元 现在是到7800亿美元 一抛售美债 我们知道人民币的价值就上来了 所以人民币一直维持在7.2 大概7.2 稳住 我把我的人民币汇率先稳住 我一稳住之后 他又有现在 今年的话2023年 他的经济成长率大概到达 5% 那你这个达到5%的经济成长率 你的货币的币值也稳定在7.2 那这样的话换句话说 整个金融就稳定了 是这个样子 好那现在的 这个首届的中国国际供应的博览会 我认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前一阵子 美国不是要锻炼脱钩 这个就是科技战的一环 那你现在科技战的一环 在封锁我经济封锁 科技封锁 那我来召开首届的 中国国际供应的博览会 让大家来共同来参与 第二件事情 中国大陆的失业率 年轻人失业率是比较高一点 那这样子 我就咋供应的范围 增加我的年轻人的就业率 你看这样子 技术也进来了 把美国的锻炼跟脱钩 把它化解掉 对这个面向全世界 也就是说不想跟中国大陆 脱钩锻炼的大家都来 对不对 进口博览会 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都来 你看到在这个 大家看到 我们台商去那么少 台商是不敢去吗 台商不屑去吗 不是 要参加它的门槛很高 你的营业额各方面 要经过这个审查 所以说实话 能够去的厂商还真的不多 我就跟大家讲 这几场你不要看 就是一个博览会去逛 逛这个大观园 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面向全世界 我去过的确像你讲的 对不对 对的确 它那个高科技啊 惨的东西啊 那个大游艇啊 飞机什么 全世界大概叫得出 这个厂商的名字都来了 一定要在这里 能够被中国看到 才能够被全世界看到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一生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